这个男人发现了一块金疙瘩 他十分的激动开始用手挖 可直到挖出了一个两米深的大坑 这个金疙瘩还是没有被完全挖出来 此时他绝望的简直是生不如死 但当他回头一看 背后居然是一座巨大的金山 原来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金银岛 里面的成年大象比狗还要小 可小蜜蜂却比狮子还要大 众人顺着小路往金山的方向走 在前往的途中眼前出现了一堆奇怪的石头 强哥一脚竟然把石头踩出个大洞 等抬起脚时发现鞋底沾满了粘液 众人这才意识到 这些并不是什么石头 而是某种恐怖生物的巨蛋 他们亲手亲脚地准备逃离这里 可就在这时 大胡子的脚下传来了蛋壳碎裂的声音 随后整个人就掉了下去 浓稠的粘液包裹了他的全身 一旁的小壁虎张开了可爱的小嘴 吓得大胡子直接破壳而出 不料却惊醒了在一旁睡觉的大壁虎 眼见这只壁虎足有百米之高 众人被吓得转身就跑 大壁虎在后面紧随起伤 好在最后的小帅差一点就命送了虎口 随后众人被逼入了绝境 强哥急忙拿出了信号棒打算把他吓退 可没想到却被壁虎一口吃掉 强哥一高人胆大 举起了沙包大的拳头上去就是一拳 虽然杀伤力不是很大 但是侮辱性却极强 大壁虎被彻底击磨 正当他准备将众人吞下之时 突然飞来几根大树干将他砸晕了过去 所有人一脸的蒙圈 原来是小帅失踪多年的爷爷突然出现 在爷爷的指引下 众人发现了一座宏伟的巨大宫殿 原来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巢 可这时强哥突然发现 宫殿的地面上开始渗水 他立马推算出岛屿将会在三天后全部沉没 而逃生的唯一方法 就是找到传说中在这里的神秘飞船 随后根据书中指引 飞船的坐标在岛的另一端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横穿整个岛屿 就在众人赶路之时 天上突然下起了大片的黄金雪 原来是一座金火山正在喷发 小帅打算去挖点黄金 但强哥提议先去找飞船 但一转身大胡子却不见了 大胡子被眼前的金火山深深地吸引 他一个没站稳直接翻滚到了山下 凑巧让他发现了一大块狗头巾 可大胡子兴奋地挖了三个多小时 也没有把金子全部挖出来 近在眼前的黄金却拿不走 这让他十分的痛苦 没有办法众人只能继续赶路 但很快他们就被一座高山挡住了去了 这时爷爷走进了草丛 谁知下一秒 他居然骑着一只巨大的蜜蜂飞了过来 这将是他们翻越高山最快的工具 爷爷骚气地竟把蜜蜂骑出了哈利摩托的感觉 随后众人全都骑上了大蜜蜂 很快就越过了高山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来袭